所谓网络姻缘一线签 先看照片再决定见不见面 有没有办法判定是不是照片 还真有 网恋照妖镜 仅需一条链接 就能看见手机背后的它到底长什么样 但如果这张照片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偷拍的 你们又会怎么想呢 近日我们在网络上发现这款 号称可一键查看网络对象真实面容的电脑程序 据该程序介绍 使用者通过简易设置生成链接并发送给网络对象 对方点开链接 其手机前置摄像头就会自动拍照 我们试了试 只要在搜索引擎输入网练照妖镜 即可获得类似程序 随便打一串字符 点击生成链接 再把这个链接发给同事 同事打开链接 需要确认防温相机权限 点击确认 同事手机跳转正常网页 貌似无事发生 但实际上 我们在该程序上 已经可以看到同事手机自动偷拍的照片 我们还发现 这些程序还会建议使用者填写被偷拍者的联系方式 试想一下 若一些不法分子 获取了你被偷拍的照片和联系方式 这后果我不敢想 我们还发现 只需在这些网站随机输入数字 就可以看到其他人被偷拍的照片 几乎是一个半公开的资料库 毫无隐私可言 这种程序的正当性边界在哪 受害者又该如何维权 我们咨询了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游云廷律师 别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面 去点击被拍了一张照片的话 并且被上传到网上的话 第一个就是隐私受到了侵犯 第二个是个人信息受到了侵犯 那么肖像权同时也受到了侵犯 最后一点 实际上这样一些网站 实际上它是恶行的网站 它也没有提供这样一个删除下架的通道 那么这个在网站的合规上也是有问题 同时它的用户协议 它的隐私协议这些其实也是有瑕疵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网站的话 如果说有关部门去查处 或者说这个网站闯祸了 有的时候把一些就是不雅的照片 有问题的照片去放在网上的话 可能网站的这样一个创办者 可能他也会受到处罢 如果是这个网站的受害者的话 你其实是也有一些违通道了 它现在的域名和服务器空间 都是受监管的 那你就可以把相应的网址 去提交到公安部 那个网信投诉的通道的 你就可以去投诉 最简单的是向战方投诉 比如说他留邮箱 你直接向他投诉 他如果是肯下架的 那我觉得有铁不大 理都不理你的 你觉得自己的潜力受侵害的 那你第一步可以去做这样一些投诉 实在不行的话 你也可以找律师 律师就可以去他的服务器 托管方或者域名托管方的 拿法院的调查令去查一查 到底谁在办这个网站 那我知道是谁在办了 那我可以起诉的 到法院去解决 这个也是一个维权的通道